大家好,我是金毛漸圓線 今天講件術研究 吳州海關牛子的樓梯階梯中式眼色 重新介紹的編號第10期 某現象第909的編號 介紹階梯階梯的中式情況 最後就介紹我對旋轉式階梯的理解 首先埃階梯,他的主樓梯,他的階梯正面 很明顯的分成兩段式 因為他有這個 這裏凸出來 加上這個線腳中式,他很明顯分成這裏是第一段 然後這裏是第二段,分成兩段 顯得 顯得這階梯比較明顯 這裏都是西緣正傳的操作 和中式 我們看他的側面 側面的話 就因為他那裏凸出來 就更加凸顯這個階梯的存在 就是他的側面 側面這裏 都是造成 凸出來的 就是這裏凸這裏平面凸 我們看到 A、B、C、C的這個主樓梯 階梯的軟式 它的階梯也是相當多的 那可能 A等角度 可能會稍微 那粒中式比較稍微 擔得比較小 不知是不是角度問題 就看到 這三角形 大一點 過B等和C等 就不知是不是角度問題 反正都是這樣大體算成的 但是呢 和 D就不一樣了 我們看D D的話,首先拳這隻邊是圓邊 這裡是圓邊,拳不像IBC 它是直直落的 同樣的都是圓邊加剩藥的中式 側邊的同樣都是突出來了 就更加突顯這個插花的存在性 因為它造成圓局圓邊 顯得比較優雅 就是這裡為止 我們做了一個IBC和D的比較 主要是E和D是一樣的 那種是IBC的 就看到它E動 這裡是E動 E動的就做了圓局 然後是食米的這種材料 圓局就顯得比較優雅 那IBC因為它是造成這樣 基本上直直落的圓局 就顯得中原一點 這個是我個人的理解 可能不是個人的理解 現在也有少許膜 無論如何如何都好 兩種中式都是常規的使用手法 就是通過突顯這一級 突顯這一級 來造成兩段 突顯這裡為止 那就說副樓梯 副樓梯的話 就落洞都在這裡 但是我選得比較有代表性 就看到 IB ICBF ICBF基本上是同一種 DE也是同一種 DE三面更漂亮 儘管ICBF 儘管ICBF IPCF 它不是那麼漂亮 它也是主要有造型 這裡主要有造型 不過它這粒邊就不是有變 那麼高 而且也不是有變 那麼漂亮 就這樣吧 我們先看看DQ線 我首先說一下這個名詞 這個DQ線的名詞 在行業內部的 基本上都是叫做TQ線 但是這是我買中英雄的名詞 我反對它的名詞 因為我們看它的英文BASEBOX BASE就是它是DG的意思 或者是金G的意思 它這一個DQ線 對應西洋柱式的一個等柱 它是位於這個 長和D面的交接柱 就是在最低的地方 所以D腳或者長腳 那種名詞性 才配合BASE的意思 你踢腳是甚麼意思 那些東西它是買哪裏 哪裏要踢的 所以它是七字直動詞 我認為這不是對的 所以在我的講解當中 我全部都用做D腳線 當然不同的人也沒有理解 它也沒有所謂 我們看到IBC的D腳線 三種是近似的 都是角度有少少裝飾 三種IBC檔的都是相近似的裝飾 那你從D2就同 我們看看D2 D1呢 首先最簡單的就是D D腳那裏是直接 是直直直落 然後直角落 那裏有一個邊 那邊呢 這裏是一段弧 這裏是一個弧 那段呢 那IPC更漂亮 最漂亮的是E E的話呢 比較動身 比較豁華 又等於分了三段 那麼 它都用一種反擊方力的 一個 線的中式 所以就是IPC相同 IPC和DE同 然後DE互相有物同 我們看看這個 E的跌距線 它是跟IPCDE主流膝間的跌距線一樣 我們看到 跟它的長的長度差不多 只是材料的跌距線 主流內部的跌距線是木的 E的跌距線的跌距線 是很難上來的 或者是石灰 反正它是木的 我跟我說的是跌距線的跌距線 以後都可以講到 它跌距線的材質 和地板材質 是相匹配的 意思是你膝間 是木的跌距線 相應是木的 你那邊有些 在樓梯間 你跌距線的跌距線 是水泥 或者是水泥 反正是賣木的 那跌距線的相應是賣木的 今期就講完了 多謝大家收看